所以又婷至少你不用担心蟒蛇的问题 不能担心 因为你想想看这完成了很多男人的梦想 是不是被巨乳呛死 呛死这是很多男人的梦想 不是很多男人想的就死法最好是马上风 马上风你可以仔细分解它 有好几种类型的马上风 这被巨乳呛死也算某种类型马上风 死在一个就是要销魂的地方 那绝对逆水而亡逆骄而亡 逆骄而亡 而且我跟你讲又婷啊 其实你何以见得就说你更需要完善 你的身材很好啊 是是是 就你看什么标准说呢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因为我不要偏瘦啊 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比较不会是被被怎么讲 被批评的 对但是也是因为你本来就瘦 所以又现在让我要做电视 我更不允许自己胖 那个胖是这种蜘蛛比较 就虽然大家有说听我讲很讨厌说 朱又婷你会在喊胖 但是那个镜头太现实了 现在16比9天啊 每个人都被拉宽了 拉宽了 我觉得未来啊对女人是灾难 对啊 又16比9拉宽了吧 又高清上来了 以后你们脸上一个小痘痘可都看得见的 对啊 不过可是今年潮流变了吧 好像今年的整个时装潮流开始 比如说模特儿不再流行瘦了 都男人的话开始流行那种很挥舞的体格 女性那种丰满的身材也都回来了 对主要是因为太瘦在这个每年时装周走的时候 其实法国街头都会很多人在抗议 觉得说你们在标榜鼓吹一种太瘦的风潮 会有很多女生会干脆不吃饭厌食 对那他们就觉得模特儿反而不应该怎么